各位讀者,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看起来很小的池子 事实上就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西罗亚池子 那看起来很浅,现在很浅 而且有长很多的水生植物在里面 所以也不能说这个名气大过十字 而是说它经过这么多年,也经过两千多年 所以你可能再去重新挖掘它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当年完全的原貌 不过据说位置就是这个池子没有错 那刚刚我们从西西家的那个下水道走出来 它的水就是有一部分流进这个池子的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周边环境 有一条地道它是可以直接从这里一路通到圣殿上去的 那听说在古代犹太拉比他们反抗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躲在水道里面 然后圣殿山和西罗亚池子两头这样子长躲 然后往来 那现在就是这题没有讲品 但是我还是想讨讨观众就是说 西罗亚池子它跟主耶稣也是有关系的 那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 那个耶稣在西罗亚池子这里 它有没有行什么样的神迹 如果你知道 请你留言在影片下方 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 大家可以再看看一下西罗亚池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